以前做不好 現在要努力改進 應該你們直接問他說 你改了沒有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帶著參選人吳一鎮 拜票行程沒停過 還抛出15年前的 高潔泰勞暴動事件 只求進攻 說當時陳其邁 就是代理市長 只是描述一個事實而已 有什麼問題嗎 我們希望選舉 是能夠正面提升 不希望負面攻擊 15年前的救世被重提 陳其邁面色年重 民眾黨翻出黑歷史 指明要給陳其邁一瓶啤酒 再點出2005年 高雄上演捷運泰勞抗暴事件 當年陳其邁 就是高雄市代理市長 陳菊則是老委會主委 兩個人也因為這件事情 最後都去職 文章落落長 寫著民進黨執政內的暴動 衍生疑似有台灣民代 跟政府官員收取佣金 官商勾結的黑心弊案 主要被告 包含陳其邁的父親陳哲男 陳其邁就要回應 霸國一位很出名的 劇作家所講過 所謂的巴黎人 不是生在巴黎 而是在巴黎重生 陳其邁先生 不是用文青的回話 巴黎人又怎麼樣 那我高雄人又怎麼樣 老是才巴黎 那我高雄人呢 柯文哲左批民進黨 當然也沒放過 國民黨推出的李梅珍 在柯文哲眼中 居然變成國民黨 在高雄隨便推出的人選 我覺得柯市長 很喜歡吃豆腐 他先吃清民黨的豆腐 然後又吃我們國民黨的豆腐 那他對媒體的操作 非常的熟悉 所以他這個應該是政治的術語 既然藍白合作不了 也沒有給各自留好話 柯文哲南下替吳翼鎮助攻 補選最後不到兩個月 恐怕像這樣各公喊話的機會 不會只有這一次 接著高雄綜合報導